窄窄的房間裡地板上殘留尿漬 還有濃到散不去的意味 貴公順手拿起的褲子也令人心疼 這是位於廈門古浪宇 67歲長者蔡衛國的家 幾十年來他都過著沒有廁所的日子 每每要解決三級 他都得跑上二十幾分鐘的路程找公測 但也有來不及的時候 為了解決老人家的如廁問題 慈禧志工特地在年節前 帶著水電及裝修師傅 前來協助安裝馬桶 要在三坪不到的空間裡安裝馬桶 考驗大家的智慧 對 但有志者是進程 今天那個你那個電鑽失靈 你有沒有想過要放棄 沒有啊 蛤 沒有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鑽有代理的附居啊 對啊 但是用這個工具很麻煩啊 麻煩要來擁有 為什麼 我沒任務啊 現在行嗎 你知道這個老人不容易吧 對啊 孝敬老人是天均第一的 除了打動師傅的付出 水電聚工也把蔡衛國家中的 電路管線重新整理了一番 我以為在這邊生活的人都挺富有的那一種感覺 不會說等到連一個馬桶都沒有的這一種 這樣子讓他春節前能用上馬桶 看到我們的付出他心裡也應該是很開心的 馬桶安裝好之後 志工請老人家試用 他的臉上竟是滿足的笑 因為有你們的幫助 他今年終於可以過一個好年了 所以很感恩慈激的各位師兄師姐們 你們弄一弄就沒有味道了 有味道啊 現在有味道嗎 上次來的時候有味道 所以就沒有了 慈激志工送給蔡衛國的新年禮物 除了這一座馬桶 還有滿滿的關懷 期盼老人家往後的生活 能更便利也更舒適 帶來新聞 這是美之工黃德昕 王惠娜附近報導